为了让更多游客以及当地民众了解花莲市的客家特色 施工所这次特别和29间包括好时好买好住的客家店家合作 绘制一张故事地图 民众只要前往闯关集张就有机会抽中大奖豪礼 欢迎有兴趣的乡亲或游客都可以按着地图到花莲市来探索 除了参加活动拿好康之外 也能够体会到花莲市的客家魅力 餐桌上摆得满满满 除了各式客家甜点美食 还有优质市级商品旅宿店家等等 这是花莲市公所办理的回南客庄挺挺A行故事地图活动 从前从前 临乡背景 来花莲 住 神蒙大飘 他们都是 哈 咖 咖 一步一步 他们在这里 开箱 地图 客家精神 他们一直 神跟地图 有个好消息 现在请你 听清楚 回来特装 他们出了一张故事地图 玩完花莲 你还可以 借任务 借完任务 就会送你 很多礼物 随着疫情逐渐趋换 花莲也成为不少民众处游首选 但人生地不熟还是有许多人 不晓得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 因此 花莲市公所除了拍摄影片 还特别和 29间客家特色店家合作 绘制出一张故事地图 引领大家走遍大街小巷 除了有吃 有逛 还有住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由故事地图 能够带起更多 大家对花莲市的一些 客家店家 能有更多的认识 也有更多的消费 那我们这次的故事地图 也要谢谢花莲高商的孩子们 特别去调查 研究设计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结合更多的孩子 能够研究我们自己的客家文化之外 未来也可以延伸出来 对于客家文化的一个认识跟兴趣 那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花莲有这么多的美食 都是客家乡亲所来经营的店家 那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花莲观光的时候 不妨拿着客家地图来去走走看看 吃吃也可以住在花莲 回南客庄婷婷A和故事地图活动 从即日起至12月31号 在这段期间可以跟着故事地图 前往花莲客家店家解任务 如果有住宿只要完成两条连线 但如果没有住宿 住宿只需要完成三条连线 就有机会抱走最大奖项 iPhone13、家电、住宿券 及玉石工艺制品等等 总价值超过10万元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花莲市公所网站查询 记者 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 啊 大家快乐 一定会上买好吗 请不吝点赞,订阅,国内